每天睡眠時間是8小時 即是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留在床上 這麼長時間在床上 床上用品的質素 隨時會影響睡眠 想在嫌嫌下日有覺好睡 讓我幫自己製造一個舒適的睡眠空間 想在夏天睡覺時可以舒適和放鬆 可以考慮用清涼質地的木棉絲做床上用品 摸起來像絲般滑和我的皮膚一樣 真的很滑 我只是說這些皮鋪、藏粒和枕袋 透氣得來、柔軟、舒適和吸濕性能 肌膚易敏感的人都適合用 而且花樣多多 鮮艷顏色就最適合我 調子配我一點 而且調子加淨色也挺漂亮 有淺粉紅、淺藍、淺灰和白色 想怎樣混合都可以 用這張面布用木棉絲做的夏天皮 輕身又保暖 開冷氣用就適合了 直接用,不用用皮袋,方便到極 你天真 但你又好餓了 你這麼三心兩意 我教你一個絕招 要浪費它 你竟然… 不是,只是床上用品而已 一、三用藍色 二、四、六用粉紅色 那星期日呢? 水吧 這些充滿夏天和歡樂概念的設計 就是和來自本地創作品牌 Crossover的床上用品系列 其中一個系列以書信為主題 流露出對家人的愛和關心 很窩心、很sweet 全面質料、舒適又透氣 加上公仔圖案 不知道合不合你心水呢? 除了皮袋和床單 枕頭也可以說是陪著你最長時間的一個伴侶 睡得好不好,也很關他事 這個… 枕頭在睡覺時 有承托頸部與頭部的作用 所以立體的造型 有座頭、頸部與枕頭之間 貼合得更加緊密 Semi,你會否弄我 放甚麼在枕頭上 是否想我做夢 真的很心穿雷劈 這一個是缺明子枕頭 裡面的天然缺明子 堅硬無意破碎 對面和頭部都是很好的按摩 缺明子造的枕頭 給人良爽的感覺 夏天特別適用 大宗、細碼、雙人枕都有 照顧一家大小的需要 兩面立體造型設計 幫助穩定頭部 聽專家說 對預防駝背和消除疲勞 也有幫助 有幫助 Semi,你介紹了這麼多好東西給我 讓我介紹這個 婚衣草枕頭給你 這裡有拉鏈打開 裡面有個婚衣草包包 婚衣草的香味 可以凌晨鎮靜 放鬆身體 有需要可以加上香薰油 睡得好 說不定更加漂亮 這麼好睡 不如你人一個 你、我、Cindy 你一共四個 那大小子呢 那我看能不能睡覺 啊 看要是 numbers 人头啊